彩儒 希望她能夠 在那個沒有我的世界 到我的活動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得獎的是 柯佳燕 掀起風潮的雙腦神劇 想見你 不但幫助女主角柯佳燕 再次登頂景中事後 也捧紅了徐光漢 石柏玉等人 如今在粉絲的敲碗之下 想見你終於推出電影版 原本人馬回歸演出 再度帶來燒鬧愛情故事 想見你只想見你 未來過去 我只想見你 穿越了千個萬個 世界線裡 人海裡相遇 以下函想見你 微微微微雷 請珍珠觀看喔 以想見你延續影機版 圓滿了觀眾遺憾 卻也繼續燒鬧 可嘉燕飾演的黃雨萱 陳韻汝 以及徐光漢飾演 李子維 王全勝 四人在影機版中 因為穿越時空 交換身份 無法同時見面 不過在電影版中 講有四人的奇蹟同框 另外延續影機版風格 電影版繼續燒鬧 從預告中 可看到李子維 王全勝 看著畫滿時間軸的黑板 觀眾也準備跟著燒鬧 一時閃身 可能就看不懂了 二感情沉迷 鳳南小隊 請回何處 在影機版的最後 李子維 見到小時候的黃雨萱 當時也被外界解讀 使為續集 留下了伏筆 在電影版中 究竟李子維 是否會等到黃雨萱呢 兩人的感情 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 至於施伯宇飾演的莫俊杰 自學生時期 就暗戀同學陳韻如 這段暗戀能否開花結合 也是個看點 穿著婚纱的柯家宴 到底是嫁給誰類 到底是黃雨萱 還是陳韻如 除此之外 電影版中 還增加大陸男演員 金石佳 她的身份究竟為何 是否會成為 這段独角戀中的 關鍵人物呢 這次在電影版當中 首錄Let's Dance 這首歌的愛情的鏡頭錄音帶 再次成為電影版中 重要穿越神器 前期黃雨萱 陳韻如 李子維 王全勝 四人的愛情糾葛 電影版《想見你》 12月30號全台上映 7月10號的意外 你真的都不記得了嗎 你真的都不記得了嗎 黃雨萱 黃雨萱 你臉上旁邊的女兒 一顆痣 她沒有我 我是陳韻如 我是王全勝 真的回到2014年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不可以讓李子維出事 想要改變過去的 想要改變過去的 不只有你 我還是沒救到她 不管是幾次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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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沒救到她 不管是幾次都一樣 是不是不管再怎麼努力 如果我跟他都逃过这场意外 阻止这一切的方法只有一个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一起想办法 好好地活下来